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我们的秘籍传修的开始 那传师在这里问大家 我们在这个正法注释的时代 有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呢 有什么事情是最重要 最先要去做的呢 那你们认为如何 根据佛陀的教法 那么参师念了一个祭祀 这个祭祀的意思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 你要消除一切的那个结 一切的那个束缚 这是最重要的事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个Samuel Janna 这个结一旦他在临终的时候 升起比如升起贪爱 爱欲 升起烦恼 忧愁 恶悔 恶作 称心 等等 那么如果临终的时候 这些杂染 这些结呢 那这不善的法 将会导致你 投身到四恶道的其中一道 那么所以我们需要 去克服这个结 排除这些结 第二个重要的事 就是你必须以自己 为一规 就是规一处 你必须成为自己的依靠 没有人能够为你做什么 佛陀也只是指引给你一条朝往涅槃子道路 佛陀并不是救世主 所以他只是指引出一条道路 那你必须去跟随 然后必须去成为自己的依靠 第三点就是一个比喻 当一个人 他的头巾着火的时候 那他最重要 最急紧迫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那他是要去扑灭 他那个头巾上面的火 但是佛陀说 其实是连这个扑灭 这个头巾上的火 什么重要的是 你都姑且可以把它放一边 但更紧迫 更重要的是 扑灭这个sakaya di ti 就是身见 因为这个身见 是导致 你如果会导致你头死后呢 头神到苦界里去的 所以即使是在头上 燃烧了起来的那个火呢 你都要把它放开一边 佛陀说 先扑灭这个身见 以便能够朝往体正涅槃 要体正涅槃 你应该怎么样去尝试呢 那最重要你就是要去修学 修持这个霸正道 有时也翻译成霸胜道 那这霸正道是什么呢 第一 第一 Sama di ti 正见 第二 Sama sangkapa 正思维 第三 Sama vajja 正义 第四 Sama kamanda 正业 或者是正的行为 第五 Sama ajiva 正命 第六 Sama vajja ma 正经经 第七 Sama sati 正念 第八 Sama samadhi 正定 那这总共呢 有八个 就是 我们把它称为 把这八个项目称为霸正道 这是朝往体正涅槃唯一的道路 这以上刚才所讲的八个圣霸正道呢 八个成分呢 是可以把它归纳成三学 也就是 戒学 定学 和会学 什么是 戒学呢 那 Sama vajja 正义 Sama kamanda 正业 Sama ajiva 正命 这是属于 这三者呢 属于戒学 那么 Sama vajja ma 正经经 Sama sati 正念 Sama samadhi 正定 这三者呢 是属于定学 那么 Sama ditti 正见 Sama sankapa 正思为 这两者呢 属于会学 在 在 修持 这个霸正道 的时候 有些 残修者 已经 之前 已经修了 这个 戒和 定 也就是 具足了 这个戒学 和定学 那么 他们 已经有 足够的定 那么 可以 直接的 修会 那 比如 就这个 班加 巴基 亚 彼 他们 是这个 无比修 就是 佛陀 初转 法轮 时候 听法的 无比修 他们 已经 具备了 这个戒德 就是 他们的 美德 他的超手 这个 属于 戒 清净 那么 同时呢 他们 也有 足够的 定力 所以呢 佛陀直接 教他们 会学 就是 特别是 这个 Samaditi 正见 和 Samasangkapa 正思 或者 正思为 那 什么是 Samaditi 正见呢 在 大念处 经里 有提到 这一点 在大念处 经里 有提到 所谓的 正见 就是 对 四圣地 的 直节 体正 也就是 用 自观 直 直节 洞察 这个 苦地 就是 这个 苦的 真相 然后 第二 通过 洞察的 智慧 直节 的洞察 苦因 也就是 基地 第三 直接的 洞察 智慧 我们称它为 正见 Samaditi 那么这个 Samaditi 这个正思维 也是随着这个 Samaditi 这个正见 而来的 因为当 我们把心 头像 或者安住 在这个 在这个四圣地的目标 的时候 那么 那个心 只是了解到 四圣地 只是了解到四圣地 那 只是明白 那个四圣地 而已 以四圣地 为目标 而已 那 就是这个 正思维 再者 有些 禅修者 他们的 戒行 已经 清净 佛陀呢 就没有 再教育 他 戒清净 佛陀 直接教育 他 培育 定理 譬如说 在相应 部里面 的这个 真实品 里面 有一部 定经 那 佛陀这么说 比丘们 培育定理 培育定理吧 一个 心 有定理 专注 的比丘 他 能够 如实地 知见 法 他 能够 如实 就是法 是如何 他就知道 如何 那他如实 知见 什么法呢 一 他如实 知见 苦地 就是 苦的 真谛 第二 他如实 知见 苦因 也就是 祭地 第三 他如实 知见 苦的 细灭 也就是 灭地 第四 他如实 知见 朝往 苦的 细灭 的 道路 也就是 道地 所以 佛陀 是这么 教育的 正因为 如此 所以 佛陀 这么教育 是要 引导 我们朝往 这个 清楚的 洞察 这个四圣地 所以 为了清楚 洞察 四圣地 我们必然要 培育 定力 再者 有一些 禅修者 并不具备 戒清净的素质 对于那些 缺乏 戒清净的人呢 佛陀 有续统的 教育 霸正道 第一 他先教育 这个 希腊 也就是 戒 的培育 第二呢 他教育 在教育 那个 撒玛地 定的培育 定学 那么 第三呢 他在教育 班较 也就是 这个 会学 会的培育 有续统的 一个阶段 导向 另一个阶段 那 现在你们可以看 这个 你们手上 所有的这个表 这个显示了 这个霸正道的修学 有续统的 一个步骤 接一个步骤 顶端 就是涅槃 要正的涅槃 你必须 修学 戒 定 和会 在这三学里头 这个戒学 在 在家中来说呢 也就是 修好 这个五戒 八戒 九戒 对于 比丘和比丘尼呢 那么就有四个 部分要修学的了 那就是 四种 偏近戒 第一就是 关于到 波罗提 木 插旅 一戒 就是 根本的那个 巴蒂木 卡 的戒律 第二呢 是 根律 一戒 就是守护 自己的根门 第三 就是活命 偏近戒 就是 关系到 出家人的 求生 生命的方式 的 清净 第四 知具 医子戒 就是 关系到 所用的 这个 住宿 住所 衣着 食物 饮食和药物 等的四种 那 每一天呢 都要审查 省食 在运用的时候 关系到 这个四种 知具的运用呢 每一天都要审查 一次 两次 或三次 那就是这四种 偏近戒 出家人的四种 戒 清净过后 如果 也就是 如果你已经 清净了 你的戒过后 你可以继续的 去修学 定学 善马迪 那么 在这个定学里呢 有 四十种 这个定学的 禅修目标 或者是 子禅的 禅修目标 你可以选择 任何一样 对于初学者来说呢 我们是教育他 修 安波 或者是 这个 安波念 或者是 入处 洗念 或者是 从这个 世界分别观 这个禅法 入门 对于有些 禅修者呢 他 修学这个 世界分别观的时候 他的定力 非常的深 他可以很快的 正得 进行定的 层次 那对于 一些禅修者来说 他必须修学 这个 安波念 或者是 触入洗念 这个 安波念呢 可以培育 直达 这个 四禅的阶段 所以 作为一个禅修者 他应当尝试去选择这两者之中的其中一个业处 当一个禅修者 培育 世界分别观 直达 俊行定 或者是 安波念 直达 四禅的阶段 的时候 很有 定力的心 就会产生 生起 很强 很明亮 清澈的 成为透明的光 这种光 我们叫做 智慧之光 一借用这个智慧之光 你可以以这个光来观照 三十二身份 也就是身体的三十二个部分 内观和外观 那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身体的三十二个部分 当你能够内观三十二身份 外观三十二身份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继续你的禅修 有三个方式 从这边开始就有三种方式接下去的修 第一种方式就是从这个三十二身份的修训 转向不静观 那一旦你修学这个不静观 你可以正得出禅 你也可以从这边转向 修这个色彩的篇 总共有十篇 那这是有四种是色彩的篇 叫做卡辛娜 那这个篇的色篇 能够导向 能够修到四禅 那么你也可以延续的 继续的修其他的偏处定 那么再从那边进入 修四种无色定 总共加起来呢 你可以修成八定 有些禅修者呢 他不想修学这些偏处定 他想直接就进入这个观禅 这是可能的 你可以直接从修了这个安波念的四禅之后 进入这个观禅 也可以从世界分别观禅之后 也可以从世界分别观之后来就修学观禅 当这个定恒有力量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非常强的光明 这种光我们叫做智慧之光 当这个智慧之光很明亮的时候呢 就可以很清楚很容易的修学世界分别观的 能够在做这个世界分别观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观照到 那一个非常维系的色法 我们叫做色距 然后能够很清楚的辨识 这个色距 甚至能够辨识这个 一个最小的 比原子还要小的单位的色距 它的内容 它的里面的成分都可以辨识 但是呢 对于一些常修者 它的智慧之光不够强 那他就很难清楚的看到色距 里头的究竟色法了 所以比较好的建议 就是从三十二身份呢 进一步的修学这个篇处定 成就这个篇处的成定 接着呢 也有四种互卫传法 第一呢 就是 马拉鲁撒地 是随念 第二呢 是 阿苏巴 不静观 这一种互卫传法 有四种互卫传法 有四种互卫传法